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手 想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玩的手工作品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手工作品 好玩的望远镜 手工老师蔡维婷 来自北京军区机关幼儿园 大家好 我是蔡蔡老师 欢迎我们的蔡蔡老师 欢迎您 欢迎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 还有蔡蔡小朋友和他的爸爸 大家好 我叫蔡蔡 今年七岁 旁边这位是我的爸爸 大家好 欢迎你们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手工作品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 很想来学吧 别着急 在学做今天的手工作品之前 我们还是先在自己的周围 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把这准备好 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 做手工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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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找 找 找材料 东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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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找找 我们一起找材料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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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纸筒 绳子和海绵纸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呢要活动一下 我们的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食指拇指胖胖 食指中指定笼 做拔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手指活动开了 材材老师赶快教我们 怎么做吧 第一步 我们需要做望远镜的镜筒 我们今天需要用到这个 总共小朋友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曾平常用的 卫生纸卷筒 对了 今天我们就用 废旧的卫生纸卷筒 来做望远镜的镜筒 因为今天呢 菜菜老师做的是 双筒望远镜 所以呢 我就需要两个指尖筒 今天呢 菜菜老师教我们做的是 双筒望远镜 其实也是我们 平时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一种 但是我们知道 望远镜的种类 其实也有很多 一起来看看吧 好 原来呢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望远镜 小朋友可以选择一个 自己最感兴趣的 最喜欢的 把它做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装饰一下 纸卷筒 今天小朋友 我们要用到海绵纸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粉色的 对了 就是粉色的 接下来呢 我们先用纸卷筒 比着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用剪刀 把它剪下来 剪好以后 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忙 把它固定起来 那小朋友呢 也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 好的方法 来装饰你的望远镜 除了老师教的这种 还有其他的方法 总之呢 把它装饰得 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有特点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用花边剪刀 来剪一些长条 装饰望远镜 我们用剪刀 把它剪下来 剪好之后 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 我们把它固定在 直卷筒上 粘好以后 就是这样的 我用同样的方法 也做了另外一个 接下来 我们把它 粘在一起吧 我们把剪好的 绿长条 粘在中间 装好以后 就是这样的 为了让这个望远镜 更加漂亮 我还准备了一些 其他装饰物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 这是什么形状吗 五角形 圆形 星形 哇 你好棒啊 给你个五角 好 为了让这个望远镜 更加漂亮 我们就赶紧 把这些装饰物 都装饰上去吧 蔡蔡老师 我们怎么把这个望远镜 挂在脖子上呢 我们需要用到 这根绳子 把绳子呢 分别拴在 望远镜的两端 就可以了 同样请双面胶 来帮忙 这样我的望远镜 就做好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看到你们了 你们看到我了吗 嗨 好了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那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来看一看我这个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望远镜呢 大家觉得很纳闷 就一个桶 我觉得很像这个 平时看电视剧里面 这个航海家 会用到的这个望远镜 说的没错 这个倍数还是很高的 叫做单桶望远镜 这个就厉害了 你看还可以调节 我做的这个小姑娘 应该会非常喜欢 卡通望远镜 对 放在这儿呢 像两只可爱的小兔子 对不对 看上去非常漂亮 舍不得用的都 是的 然后呢 这样放在眼前 就是很威风呢 太棒了 很棒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 宗宗小胖做的 哪些来 我做的是一个这样的望远镜 它上面有一个星星的装饰 太棒了 为宗宗公伍长吧 非常地棒 来为宗宗公伍长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望远镜呢 大家都已经学会了 而且做出了 不同的望远镜来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穆穆 怎么没有想会呢 穆穆也学会了 第一步 将直筒 用泰棉纸包装好 第二步 用剪刀剪出好看的长条 来装饰纸筒 并把两个纸筒粘在一起 第三步 把长条粘在望远镜的中间 粘上装饰物和细线 这样好玩的望远镜就做好了 哇 那都做好了 智慧术 嘿 科学小子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要 那还等什么 赶快动起来吧 我们大家一起来到 科学泡泡 一起动手动脑 打打打打打 看学不是随便说 说那么简简单单 只要我们心心观察 打打打打打 一起动手动动手 动动动动动动 我喜欢科学游戏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自己 一起动脑动动脑 动动动动动动动 科学世界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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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小船员吧 科学泡泡 子皮 泡泡飞船里又有好玩的科学游戏了 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一载节目马上开始 亲爱的小船员快来吧 泡泡泡船长正在呼唤你 看下的世界有好多奥秘哈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小船员来欢迎你 小船员们欢迎你 小船员 金桶军 一年六岁 小船员 费子圈 一年六岁 小船员 费子圈 小船员 费子圈 一年六岁 小船员 张鸡维 一年六岁 欢迎小船 来的泡泡飞船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在我们的泡泡飞船里 每天都会有好玩的科学游戏 那今天呢 我们的科学游戏是什么呢 大家别着急 首先我来给你们展示一样东西 快看 这个是什么 茶壶 茶壶 你来说 是古代的 为什么能看得出来呢 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我看了这 看着这个古装的老爷爷是不是 像一个老兽型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的小传媒员们 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 断定这是一把古代的茶壶 或者说准确地说 是古代造型的一个茶壶 为什么看出来它是一个茶壶呢 因为它有一个瓣 好 一个一个说 嘟嘟你先说 它有一个瓣 有一个 有个瓣 还有什么 它有一个可以倒水的 狐嘴对不对 对 有这个狐嘴 狐瓣 所以说大家呢 看它是一把茶壶 但是呢 我们仔细地看一看 它和平时我们看到的 普通的茶壶呢 好像又有所不同 我们平时的这个茶壶 怎么样 还有一个 盖 壶盖 可以把它盖住 对不对啊 那这个茶壶的壶盖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 没有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刚才我们给大家 看了一把普通的茶壶 我们来试一试啊 怎么样啊 很容易能倒出水来 是不是啊 倒出来的水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哪有颜色 对 准确地说是无色透明的啊 那这边我再来倒一杯呢 颜色怎么样啊 也一样 相同 相同 也是透明的啊 两杯水倒在一起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今天带来的这把茶壶 老兽性的造型 它倒出来的水 应该也是一样的 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绿泡泡 你待会儿让我们大家看一眼 首先呢 我给红对倒一杯水啊 怎么回事啊 什么颜色的 这是茶水 哦 大家都看出来了 这个是 可能是茶水啊 对 接下来 我们再来倒一杯 一样吗 一样颜色 一样颜色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两杯 颜色一样吗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浅 一个是浅的 一个是浅的 真的 两杯水的颜色不一样 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想不想知道呢 想 我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把壶呢 的确是模仿古代的 这个一种壶 这个制作的 它在古代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两星壶 也叫两星壶 很有意思 因为它里面呢 可以有两个分离开的容器 分别装不同的这个液体 我们呢 给大家制作了一个道具 我们来看一看 它内部的结构可能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 对 看到了吗 这个壶的内部有几个瓶子啊 两个 两个 所以叫两星壶嘛 那这个两个瓶子里面装的这个 液体颜色一样吗 不一样 我们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想倒蓝色的 这样倒的就是蓝色的液体 而反过来 如果要倒红色的液体呢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好的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啊 在这两个瓶子上呢 我们分别扎了一个小孔 就在这里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能不能看出来啊 那我们在倒的时候呢 如果想倒蓝颜色的这个液体 我们就要用手把红色这边的孔堵住 倒出来的就是蓝颜色的液体啊 我们来试一试 把红色的这个孔堵住 这样的话倒出的就是蓝颜色的液体了 那如果想要倒出红色的液体 我们应该堵 要把蓝色的堵上 好 把蓝色的堵上 我们来试一试 来看一下啊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呢 是不是两种液体就分开了对吗 我们模仿这个古代的两星壶 制作了一个好玩的道具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小船员们是否明白了 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 现在呢 我们要让他们呢 亲自动手来试一试 接下来请听我绿泡泡船长的口令 先从我们的蓝队开始 我让你们倒什么颜色的液体 你们就要倒什么颜色的液体 好吗 一杯是倒蓝的 一杯倒红的 现在倒红颜色 看你们能不能搞清楚啊 红颜色的话要堵住什么 蓝颜色的液体 蓝颜色的液体 来试一下 好 倒蓝颜色 OK 好的 那接下来请红果这边的小船员来试一下 好 听我的口令 蓝颜色的水 好 可以了 接下来倒红色的水 应该堵哪个孔啊 想一想 读蓝口 对 倒吧 好 可以了 四位小船员都成功了啊 很棒 我们来看一下啊 都倒得非常的好 哇 真的好神奇啊 我们的小船员们都成功了啊 那绿泡泡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这个科学游戏呢 也是利用了大气压的原理 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神奇的效果 我们看到这个瓶子上面呢 每个瓶子上都有一个小孔 那刚才我们的那个两心壶 也是同样的道理 来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孔 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制作的 两个塑料瓶当中 其中的一个瓶子 这儿有一个孔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这儿 在下面 哇哦 还有一个孔 就壶瓣的下面啊 对 一个孔 这样呢 就是它们内部分成的 两个部分的两个出口 然后利用大气压的不同 堵住一个孔 另外的一个容器里的水 就会流出来 堵住另外一个孔 它就换了颜色 哇 原来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泡泡飞船里做过 各种各样 类似于这个大气压的这个游戏啊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记得有这个吸管运水 用手堵入吸管的一头 对对对 对吧 就可以运水 还有这个瓶子吞弹 是不是 这些都是利用了大气压的这个道理 小船员们 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 那是我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呼叫我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 一起来看一看 小船员们 小船员们 我只知道点博士 我这里也有一个两心瓶 哦 还有四个杯子 我把这个两心瓶分为了一号和二号 我把一号和二号两个瓶子里不同颜色的水分别倒进这四个杯子里会有什么不同的现象发生呢 好 现在小朋友们来指挥我来到好不好啊 好的知道点博士 好 现在我先到第一个杯子 到几号 先到二号瓶子里的水 就听你们的口令 先到二号 好 哇 小朋友们快看 这个杯子里的水变成了黑色 神奇吗 太神奇了 哦 小朋友们 第二个杯子里倒几号瓶的水呢 再到一号 哦 好的 一号 没问题 哇 变成了红色 嘿嘿 那么第三个杯子里倒几号瓶的水呢 还到一号 还是一号 哇 快看 太神奇了 同样是第一号瓶子里的水却倒出了两种胡同的颜色 小朋友们 倒最后一个杯子了 倒几号瓶的水呢 有二号瓶子里的水 哦 好 睁大眼睛看哦 哇 是透明的 哇 怎么样 小朋友们 四个杯子里变出了不同颜色的水 神奇吗 我知道点博士还是知道一点点的 小朋友们 下次再见咯 再见 再见 哇 真的就太神奇了 那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表现那么出色 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呢 伸出你的手 帮帮帮帮 热烈的鼓掌 帮帮帮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这次我刚请你 Alcohol your this is a favorite 帮帮帮帮 金铳 B 冷静 Stir意 雨 looks like 刚才ingo 我们一起来做 安全体操 净净跆拳体操 跌倒也不怕 永久见无敌 跟我一起 嘿嘿嘿 跆拳体操 打出一个完美幅度 跆拳体操 踢出一片绚丽天空 跆拳体操 跌倒也不怕 永久见无敌 跟我一起 嘿嘿嘿 跆拳体操 回一回双手 拍一拍肩膀 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术 眨一眨眼睛 转个圈圈 和我一起来办指挥术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指挥宝宝就是就是我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指挥乐园 指挥乐园 马上就到达